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各位Enterbox的粉絲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這邊是博力科技Patreon Memory 我是DM PM Johnny 今天很高興能夠來介紹我們Computex 2023所要展示的新產品 我們就從記憶體去開始 首先是我們目前最快的剛量產的Viper Extreme File DDR5 的記憶體 這個記憶體目前最高時賣是到8000 是目前市場上量產最快的記憶體 當然需要搭配一些最新進的CPU跟板子做組合 才能跑到這樣特定的分數 不過對於追求效能的朋友來講 這是絕對不能錯過的產品 好 那我們這一區還有其他的DDR5的產品 包含了像我們的Elify即將要發表 在7月份的時候 還有我們的Viper Venom 有RGB跟非RGB系列 那這些產品都已經在蓄事待發 也非常歡迎各位粉絲朋友們 能夠在我們的官網 或者是Enterbox的網站上面留言洽詢 所有相關資訊都會放在網路上提供給各位知道 各位粉絲朋友們剛剛介紹的Viper Extreme File 我想在這邊我們有Live Demo 我們現場的燈光效果 各位可以看到Viper Extreme File的燈光效果 以及我們即將發表Elify的燈光效果 還有我們的Viper Venom的燈光效果 每一款預計都會出RGB和非RGB兩種款式 那時脈的設定上面當然會有所不同 目前最入門的會是白色的這款Viper Elite File 它有非常特殊的造型設計 不對稱的結構設計 讓它看起來很像一台急駛而過的動態的火車 然後Viper Extreme File是兩邊高聳的一個角度 這個角度就是我們Viper Logo的象徵 那這個產品基本上是為了超頻的使用者而設計的 然後它可以非常方便的移除它的散熱片 不會傷到IC的本體 接下來這款Viper Venom是去年就上市的 然後產品時脈橫跨5600到7400都有 等於是全線的產品線 那它做商社設計可以符合各種主機板不同的顏色搭配 各位粉絲朋友們接下來我們來到我們另外一款主力的產品系列 叫做我們的SSD系列 那各位對SSD相信都不陌生 因為目前SSD已經是所有儲存的裝置的主力了 然後呢今年我們要發表的是這款最新的GEM5 也就是說這款名字叫做PV553的產品 是我們當前目前最快的SSD 它的讀取可以到12004MBps 然後只是一支而有 它並不是透過RAID的技術 那也因為它是新的GEM5 所以它必須搭配最新的GEM5 主機板以及CPU才能夠跑到這個速度 那當然各位也一定很好奇它的價格 我們近期之內就會讓它上市 然後各位可能可以先在亞馬遜的購物頻道看得到 那接著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產品的細節 首先要跟各位講的是說我們的GEM5 我們的GEM5有獲得WCCF-TECH 這個一個特殊的Computex 2023的BEST AWARE的殊榮 他們還甚至幫我們做了一個獎盃 那這款GEM5呢有個特色就是說 它必須要靠主動式散熱 也就是上面會有一個風扇 那這個風扇如果不接的話可能會過熱 不過這是目前GEM5高速之下所帶來的副作用 那這也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那未來呢我們還是會有另外一種不用接風扇的GEM5 那這款GEM5目前還在研發階段 產品名稱目前尚未定 然後這款GEM5會跟之前的這個GEM5 採用不太一樣的主態 它的讀寫速度也可以來到12000MB每秒 那也是非常快的 接著下來我們來到這個區域呢 這個區域要介紹的東西比較特別一點 是我們跟其他廠牌的廠商一起合作的產品 那當然主力產品還是我們主打的DDR5 以及我們的VPR400 M.2 RGB的SSD 那這個機殼非常的特別 這個是透過我們一位CASMODER 也就是專門在改機殼 台灣非常有名的叫做黃燕茂 毛毛 這位高手所製作的ITS機殼 那這個機殼目前是只有這一款 但是它已經在研發讓它量產了 那這個機殼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它非常的獨特 然後既小又不佔空間又美觀 那接著下來呢這邊是我們的 我們跟RAZER RAZER各位大家都知道 專門做這個鍵盤滑鼠耳機 非常有名的知名廠商 他們也有做這個高階的筆電 那我們這一次跟他們合作就是 我們在筆電裡面放了我們的DDR5收定 以及我們目前Gen4 x 4最快的SSD 然後做一個展示 接著下來我們來到這一區呢比較特別的 它不是我們的記憶體跟SSD 而是我們的CPU Cooler 那這款Cooler 目前也是由我來負責開發 為什麼我們要做CPU Cooler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說 我們希望我們的User 能夠在這個主機板最大的視覺區域 都可以看到我們的品牌 那CPU Cooler 相對來說 是一個非常吸睛的一個存在 當然我設計這款Cooler 我也會針對我們目前最新的主機板 Intel AMD都有去支持 以及未來即將要發售的新的平台 我們都有支持 然後這邊呢是我們的RGB的外接盒 這款外接盒呢目前已經上市了 今年年初上市了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消費網站看一下 接著下來我們到另外一側 那在這邊呢我們展示的是 我們新的Memory Card 以及我們新的USB產品 這款Memory Card是我們最新的V90規格 那V90規格各位可以知道 它可以錄相當高速的影片 目前可以支持到 8K的解析度的影片 然後讀取速度可以達到 300MB每秒 所以讓你在連續拍攝的途中 不會卡蛋 這是非常一個先進的 一個SD卡的一個技術 那另外來到這邊呢 是我們的新款USB 它是一款雙頭龍的設計 然後採用鋁美合金的外殼 那USB現在比較少人使用了 不過還是有很多資料搬移的需求 所以我們還是會繼續研發這樣的SD卡 以及USB的產品 接著來到我們的最後一站呢 我們的最後一站比較更特別一點了 各位可能是第一次看到 這個品牌叫做ACPI 那它其實也是我們集團的一部分 那它們在做什麼呢 它們在做OEN ODN的生意 產品的類別橫跨了DRAM 有DDR2 DDR3 DDR4 DDR5 RDIN SERVERDIN 什麼都有 然後接著下來 SSD的部分有 SATA PATA IDE SATA DOM 然後M.2 符合所有的規格 那這些客群呢 主要都是 醫療 軍事 伺服器 以及這些市場 好 那這邊我們也有跟IoT的廠商合作 所以我們有新的案子的時候 我們都會跟他們一起做研發 那這台展示的機器就是從那個Shadow來的 感謝各位Enterbox的粉絲朋友們的收看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Computex 2023 我們在南港展覽區 博地科技所要展示出的所有產品 那各位粉絲團 不要忘記 一定要記得要關注我們的Enterbox頻道 以及我們的粉絲團 分享喔 所有的粉絲團連結 我們都會放在下面 那請各位 記得要去點選喔 那就這樣囉 謝謝各位 掰掰 拜拜